剛剛聽到吳宗憲委員 他為我們亡死的被害者 以及被害者的家屬發聲 我在底下聽得非常痛心 一個亡死的施多獎的女老師 結果當她要申冤的時候 進到法院 她的家屬替她進到法院 對面坐的是三個王牌大律師 三個王牌大律師背後是什麼呢 背後是大法官 背後是廢死聯盟 背後是許許多多 在為死刑犯來去找出逃脫逃死的 一個理由的一群人 財大釋出資源庞大 但庭上永遠坐著一個孤單的被害者家屬 張先生住在那個地方 這就是今天台灣社會對待我們 善良守法老百姓的態度跟方式 吳宗憲委員當過檢察官 他看過多少這種庭上的狀態 我們的整個司法向所謂的加害者傾斜 有沒有想過今天被害者無處可訴的冤屈 當所有的聲音嗡嗡嗡的作響都是幫加害者開脫的時候 受害者家屬能在法庭上講句話嗎 大法官做出實質廢死判決 我看到一堆民進黨來幫大法官洗地 可是我就要問一件事情 大法官廢死的判決 實質廢死判決做出來之後 沒幾天 剛剛吳宗憲委員講那案例就發生了 一個司奪獎的女老師一身坐育陰材 善良本分 遭到性侵 遭到垂擊 遭到虐殺 大法官說 這叫做隨機殺人 不是預謀犯案 不是最嚴重之罪 我們的法院 五度判死 最後判他免死 直接引述大法官的意見 說大法官就這樣講啊 說這是隨機犯罪 不是最嚴重之罪啊 於是過去說死刑的判決 全部都不算數 被害者的冤屈永遠沉落在地下 被害者的家屬眼淚沒有人看得到 12月3號 請他走上街頭 人民用我們沉重的怒吼 來告訴大法官 你們的判決我不接受 謝謝 十年前的12月3日 一個退休女教師在高雄買菜 停車的時候遭到兇嫌用狼頭重擊頭部死亡 經過長多年的審判 有五次法官都判死刑 所以不是最嚴重之罪 這是實質廢死的大法官在限縮死刑執行之後 第一個免死的條件 我想請問為什麼不是最嚴重之罪 某人家裡死的人你認為不嚴重 但是對家屬而言這是痛徹心扉 世界末日天崩地裂的事情 這不是最嚴重嗎 再來為什麼認定隨機殺人 比預謀殺人惡性不重大 隨機殺人更視他人的生命於無物 你預謀殺人很多時候內部還潛藏了雙方的恩怨 但是隨機殺人是一點都不尊重他人的生命權 那為什麼還可以去論斷他比預謀殺人不嚴重呢 被害者張先生 被害者先生張教授他多年來 他每一次開庭都在場 但是呢法庭的現場 這個殺人魔永遠有三個律師陪著他 法官也會幫他講話 但是被害者的家屬張先生 永遠只有一個人 甚至只有飯堡協會的律師陪同 而且還不一定能講話 當所有的法官認定說 被告要受精神鑑定 要想辦法把他逃死的時候 這些被害人家屬寫的意見書 卻沒有人重視 就死者家屬而言 其實司法天明是完全的向加害人傾斜 這個對社會是不對的 那被死派的大法官呢 他想方設法為這些死刑犯逃脫死刑 但是對於加害者去傷害了這些被害人的 被害者家屬或被害人的人權 卻知之未提 這個就是現在的大法官的認定 這十年來這位張教授 期盼了公平正義 卻遭到這一次大法官的践踏 政府應該要盡全力去保障 社會上面99.9%以上 善良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而不是去保障極少數被告的安全 12月23號 我們希望大家跟我們一起上街頭 我們來告訴司法院 這是不對的 我希望大家能夠一起響應白玫瑰運動 我們來到街頭上去告訴司法院 告訴政府 我們要的安全社會是什麼 我們希望為下一代留下一個安全的社會環境 而不是像現在一對偽善的人 拿著所謂的人權的旗幟去壓迫被害者家屬 要求他們一定要原諒這些被告 然後讓被告回到社會再繼續的傷害 我們這個社會以及我們的下一代 謝謝各位 有百分之五十七的民眾 表達贊成透過立法院修憲限制大法官的釋憲權力 這也代表呢 像先前包含是大法官做出了這個 雖然廢死核憲 但是實質上面廢死的這樣的一個判決 那民眾是相當不滿的 還包括了國會改革的時候 大法官的這個釋憲內容 民眾對於大法官的權力過大 沒有聆聽民意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呢也是相當不滿的 所以才會在這第四題 立法院修憲限制大法官的釋憲權力 竟然有百分之五十七的人贊成 這點是非常特殊的 因為在一般的國家裡面 大家對大法官呢是相當尊敬的 所以呢 如果大法官他是站在一個中立客觀 沒有顏色的立場上面 讓人民感覺到法律司法體系的心安 是不太可能出現超過過半 而且將近六成的民眾 感到是支持這樣子 所謂的立法院來修憲限制大法官的釋憲權力 也就是說最近的近期的大法官 他們的這些相關的判決 並不符合民眾的意見 是佔了非常多的多數 第六題呢 2026舉辦費死公投 他的這個支持度更高了 高達了百分之六十五點八 這個呢 數字是超越藍綠的喔 超越藍綠的 我們一直講說民進黨四十趴 那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呢 贊成是百分之六十五點八 不贊成的僅佔百分之二十八點八 也就是說 連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可能都投下了 認為二零二六年應該要舉辦 反費死公投 也就是當國民黨在推動 反費死的這個過程當中 不管用任何的形式 不管是用公投 或者是說 視線限制大法官的權利 任何一種手段跟方法 他都是非常符合民意的 而且這個民意 不只是國民黨的民意 他是超越政黨 超越黨派的民意 包含了國民黨的支持者 中間選民 以及甚至部分民進黨的支持者 都對於費死這件事情是 非常的反對 所以二零二六年舉辦 反費死的公投的支持度 高達了將近要七成 到了百分之六十五點八 這個數字才是真正的民意 所以我們想 反費死公投併大選 這樣子的題目 可以說對我們的公民社會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大法官他們敢於 透過他們自己的權利 來宣布所謂的實質費死 這樣的判決 那就應該要傾聽真正的民意 透過公投綁大選 來讓民眾決定是否要來反費死 這才是真正的符合 我們民主的制度 KS Royal Faith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扶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ith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活膚露全焦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國際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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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